就把15题主语呢是米开朗迪罗 身后呢这是个插入语啊 这个插入语呢并不算是错误啊 你可以把这样的插入语都改成 It is believed that 然后米开朗迪罗 had made 这样的一个句型 这是可以的啊 没有任何问题 同类的啊 比如你可以说 小明豆号 小李 says 豆号 Eat lunch Eat lunch 这句话你可以改写成 小李 says that 小明 eats lunch 这两个基本上是等价的啊 并不算错 所以这也一样啊 咱们看到之后 先把它脑子里面啊 改成或者是一个 身后带来一个重句这个情况 动作呢是made 宾语是sculpture 意思是主干意思是说呢 这个米开朗迪罗 做了他的一个大卫雕塑 using 这里面可能伴随了 那是用了一个 8英尺的pluster model 这是一个伴随障 意思是说 米开朗迪罗 用了这个模型 来做了他的这个雕塑啊 地区从据说 that was 描述这个model的啊 这个model呢 是被发现 最近被发现的 after being lost 这是个伴随 用来去描述 discover的 意思是说呢 这个东西呢 最近被发现了啊 在他已经丢失了 三百年之后 所以A选项呢 看起来啊 从语法来说 问题并不算大 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 先保留 先保留 再看B啊 主语呢 是这个model 身后的位语动词呢 是be believed 是被认为啊 后面这个ture have been used by 这个不定式啊 可以看成宾谱 啊 那这个正常语区 应该是某人 believe 这个model model to have 这一句啊 这是主语 未语 编语 和编语 那他做了个被动 所以说这个to do啊 ture have been done 依然是个编语的结构 到这按的为止 按的呢 身后是个并列的句子啊 这里面 discover的 肯定是跟believe并列的 把前面那个model is 给省掉了 意思是说呢 这个model啊 被认为成这样 然后这个model呢 同时呢 被这个发现了 在他丢失了以后 这个eater呢 取代这个model 从语法上来说啊 这个情况也能接受 这里面啊 咱们先讲第一个点 就这里面的believe这个动作 这是一个考试里面 经常会出现的部分啊 英语中啊 有一类动作 叫做看法类动词 顾名思义啊 它表达的是一种 我们对某件事的观点 或者看法 常见的啊 这么几个词 比如think 比如know 比如sa 这个这个believe 比如show 再比如expect 这五个词啊 是最典型的看法类动词 它们有什么特点呢 要记住啊 考试里面常常会有 如果啊 看法类动词 呈现主动语态的话 比如说我们说 i think that a做了b 这次可以换了 可以换成know 换成believe 换成expect 都可以 当你用这种看法类动词 它呈现主动于它在的时候 它身后往往是一定要接编运从据的 而我们不能接受它身后接编补的形式 比如说i think a to do b 或者我说i expect a to do b 这种结构啊 在语法书里面甚至会被认为语法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在820里面啊 讲过这个to do的一个特点 它的特点在于呢 它强调这个状态的改变 这个动作从有到无 或者从无到有 那怎么改变呢 或者说怎么强调呢 它是根据那个主句的动作来的 就是如果说那个主句动作在讲完之后 我们认为它身后这个to do这个动作呀 可能会发生状态从有到无的改变 我们就用to do来去强调 如果说主句动作做完之后 我们认为不会影响到这个to do这个动作的情况 那状态是稳定的嘛 我们就会用to do in啊 或者从去啊等等啊 反正不是to do来去表示 好那你看 就因为这个特点 所以看法类动词 它本身表达我的观点和看法 其实这个动作 跟身后这个to do b的发生与否 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想啊 我认为a做 b 那不代表我导致a做 b吧 是不是 这个时候 a做 b这个事本身它是稳定的 不会因为我认为 或者我想 或者我知道 或者我看 对吧 来发生什么改变 而相对的啊 比如像order啊 就是那个建议啊 命令啊 要求啊 对吧 require啊 像这些动作很明显啊 它跟它身后这个to do 比如说require a to do b 这个是常用的一个用法 是对的啊 常用法 为什么呀 就因为 我要求a去做b 这个时候要求这个动作 做完之后 我们其实会期望说 这个do b这个事发生状态改变 因为你本来不做嘛 因为要求了 就会发生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我用土度来强的一个动作 会因为主句而发生状态改变 而很明显 这个我看法的动作 表示我这个观点和看法 这个do b这个动作 并不会 或者并不应该 因为我这个主句动作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土度 而应该用这个dat 表示这个动作是稳定的 不随着我主句这个动作 而发生改变的 这个意思 好 但是啊 你要注意 当这种看法的动词啊 表达被动之后 用被动之后 它完全相反 被动的时候 比如think吧 我们会说 a is sought to do b 也可能会说 a is believed to do b 或者会说 a is expected to do b 这是常用的 而我们很少会再用从句了 你比如我们通常不会说 it is sought that a做b 这里面啊 it叫形式主语 它等于身后这个主语从句 只不过主语特别长 所以放到后面去了 先看主干这个用处 我们也不会说 it is believed that 等等啊 都不会这么说 为什么呢 实际上啊 你看 当看法的动词变成被动以后 它往往强调的就不再是这个说句子的人 他自己的看法了 而强调的是一种大家认为的 或者甚至啊 是说句子的人不认为的看法 例如我们说 小明 is believed to be a good boy 好 你看 如果说啊 假设我是说这个句子的人 说句子的人啊 如果我也认为小明是好男孩的话 我会说小明 is a good boy 就结束了 或者最多我会说 i believe that 小明 is a good boy 会这么来说 而当我讲出小明是被认为是一个好男孩的时候 什么意思啊 往往证明是大家这么认为 但实际上不一定 对吧 一旦当实际上不一定了 这个动作就会影响be a good boy这个动作的发生与否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想啊 小明可能本来不是好男孩 就因为你认为了小明才是这个好男孩 大家就是误解了嘛 就要是你们不这么认为的话 小明就不是好男孩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动作就跟身后这个不定式啊 这个拼补这个动作啊 有了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啊 在这个看出来的动词 主动的时候 身后通常都是从具 来强调一个动作是稳定的 那它不随着你主角动作而发生的改变 而当它是被动的时候 通常都会用这个不定式来做拼补 为什么 强调这个不定式这个动作 是由于你主角这个看法类的动作而发生改变的 因为不一定是真实情况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啊 咱们可以记住这个结论啊 就是看法类动词 主动通常呢 身后是用这个从具的啊 被动的身后 通常是用不定式来去当宾补 来去使用的 所以咱们看回这个915这个题啊 这个题里面 RB选项用了B Bbelieve to do 这是一个主位和宾补这么一个句型 而A里面用了一个Believe that 所以这个其实A是错的啊 因为这种写法啊 看法类动词 当它是被动的时候不会用从具的 通常都是用to do这样的形式啊 所以B呢 看来是可以的 当然了啊 如果你看到B看得很仔细的话 B也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前面这个主句啊 是说这个model被认为干什么用的 而后面呢 是说这个model啊 它是被 最近啊 被发现了 这两个动作啊 其实不具备同层级 同属性的关系 就是不能并列 为什么呀 因为前者呀 讲的是这个model的一个性质 就比如这model啊 被认为出来干嘛的 是model的属性或性质 而后者是这个model进来被干的事 这种实际的事件 跟它的性质是不能并列的 你比如说我们会说 小明去打篮球 并且去跑步 没问题 因为两个都是实际 你也可以说 小明是好人 并且呢 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这也可以接受啊 勉强可以 因为都是属性 但是啊 你不能说 小明是个挨帮助别的人 并且小明是在篮球了 这个不对啊 这两个动作没有并且关系 因为一个是小明的特征属性 一个呢是动作 不能并列 同样道理 前面是特征属性 后面呢 是这个他要最近干的事 肯定是不能并列的啊 所以这个b呢 其实关系啊 两个动作的关系 也不太合适 咱们就把它干掉了啊 当然了啊 如果你读弊的时候 没注意当中是C 觉得语法可以接受 可以先保留嘛 因为有选项 可能答案选项啊 可能就把这关系改换了 你就能看到了啊 再看C 主语呢 主语呢 还是modal 这回啊 believe to be 这个动作呀 变成了一个定语啊 到这位置定语啊 来描述modal的格式不太好 大家凑合看 意思就是说呢 被认为 米开朗基罗用来是干嘛的 这个modal has been discovered 之为动词 after heaven been 这是伴随 当他被这个丢了很多年之后 这个关系也没错 因为hemming呢 咱们之前讲过 强调现实性 表示 他呢 比主题这个动作 要先发生 没错 因为他是先丢 然后才在近期被发现吧 对吧 同样道理呢 这个believe当这个定语了 来描述modal 表示modal的属性 而他最近干的事 或者被干的事 用了一个主句 这个两个动作的关系也合适了 并不是并列了 所以这C啊 是没问题的 C是对的 再看4D D的话 It's believed that 你看到这个 基本上可以干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咱们刚才说过了 看法来的动词 它是不会在被动的时候 用从句的 都会用to be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其实也是考试啊 在考你 这个believe这个动作 和身后这个主句 这个动作的关系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认为 这个动作 它的发生与否 不会影响到 后面这句话的发生的话 就从句嘛 如果你认为会影响 那就是to do嘛 而看看这动作 当它表示被动的时候 都是要强调会影响的啊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 里面呢 这个并列有点问题啊 但是呢 这个更重要的啊 在最大的部分上有问题啊 所以D也不对 5E的问题跟D差不多啊 里面有问题 但这个里面是并列的问题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前面这个believe的问题啊 也很明显啊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思念一下 这个题啊 咱们主要讲了一个小知识点啊 就是关于这看法的一动词 当它主动的时候 身后用从句 被动的时候 身后用不听试 这个是考试里面 经常会有的啊 需要记住 这一动词 这一动词 就说明显了 这一动词